给妈妈的 你怎么买两树的两个情人 大南台手捧鲜花 一束送情人 一束送妈妈 下周就是夕阳情人节 提前送花 表心意 情人节最夯的花 莫过于玫瑰花 99朵够大方 不过买下来可不便宜 这样一束破万 玫瑰价格比去年贵 因为天气冷 导致玫瑰产量少一到两成 价格也因此涨了 一成左右 平常比较便宜 三朵不会超过一百 现在他说一朵一百五 不想买了 特别是进口玫瑰 情人节全球都在抢货 120朵去年一千八百元左右 今年一把要两千一百八十八元 一朵上涨近二十元 要是买99朵下来 含包装三万五跑不掉 而本土玫瑰也有小涨 但中间价差花店自行吸收 99朵买下来则要一万五 每一国都在抢情人节 台湾需求量没有其他大国那么多 所以我们拿到的价位可能会比较高 鲜花高贵 就怕民众想买又缩手打退堂股 花店顺势推出较低价的香皂花 99朵算下来只要五六千元 情人节伤极大 业者想尽办法 说什么也要拉拢各阶层的客群 记者成管人王世函台中采访报导 好 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 快点购 扫一下 来QR Code 快点购